高考前,我偷偷拿走了校花写给竹马的情书,导致两人没能在一起,他恨了我一辈子,甚至在发现我暗恋他后,说我极度诚信,心机恶毒,永远也不会喜欢我,后来我们因车祸而亡,死前,他说要是能重来,求我别再破坏他和校花的良缘,如他所愿,重来一次,我没拿走情书,然后他为了和校花进入同一所学校,放弃了李宗选择题,高考成绩出来后,顾斐和江秋妍在一起了,毕业聚会上,他为爱放弃李宗选择题的浪漫行为广为流传 人称,纯爱战神,我端着酒杯坐在昏暗的角落,看着被人群簇拥在中央的两人,轻轻抿了口碑中果汁,一旁的闺蜜宋小不能理解但大受震撼,他是疯了吗?亲手断了自己的前途,就为了这个和江秋妍不确定的未来 对,这一次,他在前途和江秋妍之间选择了江秋妍,上一世,我在高考前偷偷拿走情书帮他选择前途,得到的是他一辈子的憎恨,甚至在发现我暗恋他后,无比厌恶地对我说 温浅,我对极度诚信,心机恶毒的人没兴趣,你的喜欢让我恶心,事实上,我并没有藏起情书不给他,而是在高考结束当晚,就将情书归还给了他 但当他拿着情书找到江秋妍的时候,得到的却是拒绝的回答 顾斐,我们成绩相差那么多,根本不会在一所学校,要怎么在一起?异帝四年吗?我需要的是能随时随地陪在我身边的男朋友,你能做到吗? 失魂落魄的顾斐回来后冷冷看了我一眼,第二天他父母就慌忙找上我,说顾斐打算更换确定好的目标院校,让我劝劝他 我并没有太意外,可我找到顾斐,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的眼神就落在我身上,吃笑道,怎么? 偷走一次情书不够,温浅,你还要再来破坏一次吗? 站在风穿过的楼梯口,明明是艳阳天却有些冷,我低头看向颓废烦躁的他,只说了一句话,顾斐,走到今天,你走了整整十二年 最后,在他父母以性命相威胁的情况下,顾斐放弃了更改志愿,也没能和江丘炎在一起 自那之后,我就成了阻止他和江丘炎在一起的罪魁祸首,承受他每一次想起后一难平时的泄分对象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怨我,血腥刺鼻的车厢内,他嘶哑着嗓音祈求 要是能重来一次,温浅,求你别自以为是的插手破坏我们的缘分了 所以重生回来,我如他所愿,没在高考前拿走情书 顾斐顺利看见了情书,看见江丘炎说也喜欢他,但担心差距太大走不到一起,所以迟迟没回应的原因 然后他直接自断退路,不留转环余地,放弃了李宗选择题,比上一世少了一百多分 最终成功和江丘炎缩小差距,也和他走到了一起 久过三旬,有人忽然提起我,语气颇似感慨 当初还以为和顾斐走到一起的会是温浅呢,毕竟两人既是轻微竹马,又是势均力敌 但很快被顾斐亲自反驳,大概是担心江丘炎误会,所以他很是书里的开口 自幼相识的普通朋友而已,我无声笑了笑,默念了遍这四个字 普通朋友,但顾斐说的没错,我们的确是自幼相识 从开始上学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是在同一个班级 除了我的父母,和我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大概就是顾斐了 我见过他为解出一道题通宵彻夜的模样,他也见过我发烧40度仍要参加考试的惨状 没人能比我们更清楚,众人口中轻轻松松考前三的背后,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以全是第一点的成绩,进入高中的那天,顾斐指着宣传栏里高考光荣榜上的前两张照片问我 三年后这里会是我们,温浅,有信心吗? 少年的身后是夏日傍晚的火烧云,浓烈艳丽,耳边是声嘶力极的缠鸣,躁动鲜活,我抱着书片头看他 顾斐,一言为定,那时候我们在彼此眼中看见的,全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理想的渴望,以及势在必得的决心 但很快,顾斐眼里多了一个江丘炎,在那样一个大多数学生都捧头垢面为梦想奋斗的高中时期,唯独江丘炎美得不可放物 入学后不久的文化节上,身穿白色连衣裙的江丘炎站在舞台中央,宛如一弯明月落下,朦胧的光运模糊了周围的一切 只他一人,撞进现场的每一个人眼中 自那晚之后,江丘炎的名字传遍美的班级,成了众多少年人心中的白月光 其中就包括顾斐 我第一次察觉到不对劲是他替数学老师给隔壁班试卷回来后,耳垂微红地坐在位置上 面前的试卷放了四节碗字席,却只写了一道题 突满密密麻麻计算公式的草稿纸上,出现了三个不合十一的文字,江丘炎 虽然被他用笔画了很多道横线,却盖不住半分痕迹 后来我听说他去送试卷的时候被隔壁班的江丘炎调戏了 他在和朋友打闹时不小心撞进顾斐怀里抱住了他 而被抱的顾斐猛了一瞬后直等着脸说了句,小心点 江丘炎指望着他笑,不好意思啊,大学霸 啊,还有,你长得真帅 周围突然想起一阵起哄声,向来沉稳内敛,情绪不外泄的顾斐,心乱了 我和顾斐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有些相似 理性,清醒,如温水般平静 而江丘炎感性,热烈,就像是扔进温水中的一粒泡腾片 还是一粒美丽的泡腾片 所以顾斐会被他吸引,我一点都不意外 正如很多偶像剧和小说中一样 男女主的性格都是具有反差性的 宣传的也都是人会被不同于自己的人吸引 太多太多的例子,霸总和灰姑娘,学霸和学渣 或是高领之花和温暖小太阳 那时我以为即使顾斐在心动,也总该明白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但向来冷静陈忠明事理的他,还是为江丘炎叛逆了一次 我其实并不清楚他是怎么和江丘炎熟悉上的 毕竟每天困于繁重的学业已经让我自顾不暇 和他聊得最多的也都是这题的解法 那提的答案,或是这次考试准备好了吗 等我意识到他和江丘炎越走越近的时候 江丘炎已经很娴熟地叫他书呆子,大学霸 而顾斐的反应,也显然已经习惯了 我开始注意到每天中午顾斐都会离开半小时 是去给江丘炎讲题 每个周末上午他会突然有事 是要参加江丘炎组织的小聚会 我知道,顾斐喜欢上他了 但这并不能让我停下脚步 将注意力放在他们逐渐递近的关系上 我继续埋头苦学 直到高二的国家物理竞赛 学校要通过层层选拔后挑选一名学生去参加 最后一场五进一,顾斐没来 因为江丘炎发烧晕倒了 将他送进医院后 在他的要求下,顾斐选择留下来 在医院陪伴了一整个下午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 直接地跑到医院找到他的时候 所有的情绪最终只化作不解的一生,顾斐 他靠在医院的走廊,神色淡淡,就说了一句 我循规蹈矩活了这么多年 总要叛逆一次,不是吗 所以他放弃了辛辛苦苦,做了那么久的准备 忘记了他曾一次又一次带病刷题的夜晚 当时看着眼前清俊文雅的少年 我有一瞬间的陌生,甚至出现一丝莫名的泪意 不过,我什么也没说 但我很清楚,顾斐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所以,当他即将面临第二道选择提示 我提前帮他做了选择 拿走了江丘炎在高考前夕给他的情书 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做好高考后 顾斐会对他表白,然后两人在一起的准备了 也做好了送出祝福的准备 不过我没想到会在参加年纪前100名学生大会途中 回教室拿笔记本的时候 撞见江丘炎放情书的全过程 空荡荡的教室里,他站在顾斐的位置旁 正和朋友说话 对话大概意思可以概括为 他靠近顾斐的起因就是和朋友的一个赌约 追到年纪第一顾斐 却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喜欢上了他 但觉得差距太大,进不了一所学校又不想异地 所以明知顾斐喜欢他,却一直强调两人只是同学 写情书是表露出想和他去同一所大学的希望 也是想和他在一起的心意 从前,我可以笃定顾斐不会为了任何事 任何人放弃自己的前途 但那一刻我不确定了 为了防止那1%的可能 我在他们离开后,进去拿走了情书 此后无数次面对顾斐的讥讽 我都会反复思考 当初到底是不是做错了 有一次我试着心平气和地与他沟通 顾斐,就算你当初提前看见了又能怎样呢 难道真的要为了和他在一起救 他吃笑一声,无比笃定地打断我 温浅,我会 我望着他沉默了会儿 最终轻轻笑了声 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确做错了 错得离谱 聚会临近尾声 江秋妍挽着顾斐的胳膊走到我面前 笑眼盈盈地朝我举杯 温浅,你是陪顾斐走过18年的人 关系在普通也是和其他人不同的 所以,你也会祝福我们的吧 我看了眼他身边黑色体恤 眉眼舒朗的少年 微笑着礼貌地纠正他的说法 我不是陪顾斐走了18年 我们只是恰好在同一条路上 同行了18年 以后,就不同路了 今天祝福你们 幸福美满的人已经很多了 不缺我一个 我祝你们,前程似锦 我是真心的 毕竟大家都是普通家庭出身 寒窗苦毒杀出重围 谁不是为了个好前程呢 前世顾斐进入顶尖学府后 成为物理系最有声望教授的得意门生 认识了一群德高望重的师长 结识了无数志同道合的朋友 拥有国内最好资源的他 在最爱的物理研究上 一路意气风发的前进 学术期刊上反复出现顾斐这名字 研究会议上也有他侃侃而谈的身影 前途一片光明 唯一的遗憾 大概就是曾经的白月光江秋眼了 那是他一辈子的执念 偶尔的几次同学聚会上 听人提起也都是他和谁在一起了 又和谁分手了 亦或是被哪个富二代砸千金表白了 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是在春节 他要结婚了 当天晚上 顾斐和朋友喝酒喝得烂醉如泥 回来后敲响了我家的门 恰讽我父母都不在家 刚一开门 他就冲进来力气十足地嘲讽我 温浅 你现在一定很开心吧 他要结婚了 你满意了是不是 我静静地站在沙发旁听他发泄完 然后倒了杯温水给他 喝点水吧 他没接 其实这么多年 我也已经累了 看着他情绪过激后 逐渐陷入沉睡的模样 我拿了条毯子 随意给他干上 回到卧室后 收到宋小通过他那错综复杂的朋友圈 得来的八卦消息 据说江秋言的结婚对象是个爆发户 在朋友生日会上对他一见钟情 江秋言被追期间 还有个男朋友呢 起初没答应 后来爆发户就开始为他砸钱 砸到他愿意分手为止 我低头沉默地看着 忽然很想知道 如果当初顾斐真的为了江秋言放弃前途 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 原本我以为永远也不会知道 另一种选择的走向 没想到会回到过去 一切重新开始 顾斐终于如愿以偿 望着已经携手回到人群中央 被众人起哄着接吻的两人 我将杯中的果汁喝完 然后转身离开 曾经假设过无数次的选择 顾斐的畅想永远都是 就算他和江秋言进了同一所学校 也能凭借自身的能力 走到同样的高度 事实上没人能知道最终的答案 但是顾斐 我拭目以待 重来一次 除了顾斐的选择 什么也没变 我依然以相同的分数 进入上一世所在的高校 被心仪的数学系录取 出发去学校之前的那一整个假期 我和顾斐都没再见过面 因为他陪江秋言去毕业旅行了 我找了个辅导初中生的兼职 偶尔出门撞见顾斐的父母 都能看见两人对我打招呼时 露出的苦涩笑容 以及黑发中间的几个隐私 我想 他们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 为什么从没调出过前三名 努力又有天赋的顾斐 会在高考时突然发挥市场 甚至担心他太难过 还会想方设法安慰他 在他面前强烟欢笑 让他出去旅游散心 一时间 我竟不知道让他们得知真相 和永远不知道真相 哪一个会更好受邪 但看着他们 心里到底忍不住泛起一阵酸涩 毕竟他们是除我父母以外 与我接触最多 也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父母工作的原因 我中午都是在顾斐家吃 他的妈妈每次都会做 我最爱的糖醋小排骨 了解我的所有口味 还会特意叮嘱顾斐 在学校要多照顾照顾我 不能让我被别的同学欺负了 那时顾斐捧着西瓜 一脸沉稳的回应 放心吧 不会让他被欺负的 我是女孩子 性格安静 加上成绩也好 和同学们相处 其实挺和谐的 但顾斐却因为性子 异于同龄叛逆期的小男孩 而常常被冷落 但他也不在乎 因为他会和我在一起 原本以为未来的路 我们会一直同行 没想到中途他会转身 再次见到顾斐 是在出发去学校那天的高铁站 潜意识 我们是在同一个城市 如今 我往北 他和江丘延往南 嘻嘻嚷嚷的后车是 他和江丘延坐在一起 我从他们身旁经过的时候 看见他在陪江丘延 一起看视频号上 情感博主分析 男友爱女友的十个标准 偶尔点头附和他的评论 大概是因为在户外玩了两个月 他原本冷白的肤色黑了不少 眉与更加深邃了 手臂上多了个江丘延缩写的纹身 和他穿了一样的情侣服 这样的他 在渐渐与我记忆中的顾斐相背离 后来他察觉到我的目光 抬头朝我看来 隔着一排座椅 我大大方方地对上他的视线 浅浅笑了下 算是打过招呼 他愣了一秒 下意识将带有纹身的手臂 往后移了移 在江丘延偏头问他话时 迅速收回视线 对他说了句话 根据口型可以猜测为 没看什么 恰逢此时 我的车次到站 排队检票直至近战期间 背后都跟随着一道强烈的目光 我知道那是谁 但我并没有回头 后来上车找到座位 我收到了顾斐发来的消息 看了眼停留在数月前的对话 我有一瞬间恍惚 这样的频率 大概会成为以后的常态 直到在很寻常的一天所说的话 成为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对话 思绪回转 我看了眼他新发的消息 很短的一句 温浅 我也祝你 前程似锦 我当然会前程似锦 我会踏上一个新的平台 见识更大的世界 身边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拔尖人才 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之前的圈子 在这里 努力又有天赋的人多到数不清 谦逊又有实力的人随处可见 甚至脱离困于一所学校下的目光局限后 我会发现江秋岩其实也并没有美到超凡脱俗 那只是众多追寻梦想之人 在掩盖自身光滑下 给他蒙上了一层滤镜罢了 如今 退去千天一律的外衣 去往自己擅长的领域 人人都是明珠 那之后我开始忙运上专业课 和老师同学交流课题 参加各种竞赛活动 我还去参加了支教 去学了画画 然后给学校每只猫猫狗狗都画了张画像 并取了名字 每逢假期回家 我也总是会巧合的和顾斐错开时间 春节又会回老家 所以整整四年 我们竟然一次也没遇见过 再重逢 是在四年后的同学聚会上 四年的时间 可以改变很多事 曾经青涩稚嫩的少年少女 如今都已经变得成熟稳重 互相谈论着对未来的规划 分享着参加的比赛 交流着拿到的 offer 他们各个头顶名校光环 手握无数大奖 虽然还未步入社会 但是未来可期 因为堵车 我最晚到达 一进门就被他们热情地 拉进人群中央 由于相似的经历 我也很快融入了话题 就在我落落大方地 和他们交流着 过去四年的生活时 有人忽然指着我 洋装生气道 你们不知道啊 当然那年我们几所高校 联合举办辩论赛 恰好我和温浅成了对手 当时我们对他那完整的 逻辑闭环压着打 可真是 丝毫没有感受到 昔日同窗之意啊 我朝他笑 承让承让 他仍不放过我 继续调侃 看不出来啊 温浅 从前一直都是 安安静静温温柔柔的模样 辩论赛场上 倒是格外理智 步步紧逼 半分不让 我很好奇 你和男朋友吵架时 也会这样吗 此话引起一阵笑声 紧接着有人像是 突然想起什么似的 偏头开箱顾斐 问他 哎 怎么没看见江丘妍呢 咱们的除爱战神 笑话没和你一起来吗 直到这时 我才看见 一直坐在包厢角落 不曾开口的顾斐 和其他人一样 他也变了很多 从前他眼里的 那份谦逊与自信 如今倒是消散了个干净 怎么说呢 虽然他依旧安静内敛 但如今坐在这里 却是多了几分 格格不入的感觉 就好像是个 被忽视的局外人 那群曾艳羡地 称呼他为 纯爱战神的少年 已经变成 接受过更好资源 见识过更大天地的青年了 再次谈及这个话题 似乎多了点微妙的感觉 众人言语间 仿若带着几分 淡淡的嘲弄 偶像剧中一帧画面的四年后 或许就是 男主逆袭后的功成名就 但现实是 现在的顾斐 没有更帅气 也没有更成功 已经比不上 现场的任何一个人 毕竟一个人的成功 不能完全归结于 自身努力的结果 平台 资源 人脉 天赋 机遇 环境 哪个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前世在物理界 赫赫有名的顾斐 如今几乎是查无此人 我并不感到意外 而忽然被人问到的顾斐 正了几秒后朝我望过来 侯杰上下滚了滚 是很平静的语调 我们分手了 聚会过去几天后 闺蜜宋小来找我分享她打听到的 关于顾斐和江丘岩的八卦 当初她们入学后不久 在江丘岩的调教下 顾斐不仅掌握了拍照 修图 挑选口红的技能 甚至还为江丘岩和其他男生打架 我想起那段时间 的确在朋友圈看见 从来只会偶尔转发 物理相关资讯的顾斐 每隔两三天 就会发一些江丘岩的照片或视频 那时我想的是 真爱果然可以改变一个人 不过当热恋期结束 进入平淡期后 顾斐开始忙于自己的专业课程 江丘岩在各种活动中 结识了更多的人 两人偶尔会因为一些不同意见 产生分歧 江丘岩嫌弃顾斐 为了比赛没时间陪她 频繁让专心准备比赛的顾斐 陪她出门 而顾斐对江丘岩需要的 秋天第一杯奶茶不理解 不明白每天都能买的奶茶 为什么唯独那一杯 却拥有不同的仪式感 不算严重 但意见不合的小事越积越多 最终的结果是陷入冷战 宋小越说越激动 语气带着几分凉薄与愤闷 曾经的真爱 到底有几分真又有几分爱 当新鲜感退去的时候 矛盾只会越来越多 更何况他们不仅见到了 更多优秀的人 而且两人的感情里 还存在着一方实实在在的牺牲 这种隐形的炸弹 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所以当江丘岩被有钱 又帅气的富二代追求时 愈发对顾斐不满 毕竟当初他身上最大的光环就是 第一这个名次 但进入更大的世界 成绩已经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对于逐渐变淡的感情 以及江丘岩若有肆无的嫌弃 顾斐终于没忍住提及高考时 为了他放弃李宗选择题 可得到的只是江丘岩的一句嘲讽 为了我 顾斐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吗 不要因为不满选择后的结果 而将责任推到我头上 话说到这里 也算是彻底撕破脸皮了 很快两人就分手 江丘岩无缝衔接富二代 至此 一段带有笑话 学霸 气氛标签 拥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 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漫不经心地翻了杂志 懒懒地回应宋小的激情演讲 哦 这样啊 他安静了几秒 然后突然似有若无地叹息一声 说实话 作为和他同创六年的朋友 我真的对他很失望 也很惋惜 哪怕他当初认真考完 等分数出来 在田志院时做选择呢 就这么丝毫不留退路吗 我很想知道 他现在想起当初的选择 会不会后悔 那场可以为之放弃分数的爱情 原来也就值四年而已 我笑了笑 平静从容地开口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无论回不回 都没有人再替他承担后果了 不过 前世在他日复一日的怨恨与厌恶下 我是真的后悔了 那时候我们因为读书和工作的原因 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又都在学术圈 难免会有各种或生活浅的交集 回家后又因为父母的原因 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留着几分体面 但每次相遇 面对的几乎都是他的冷嘲热讽 我想了想 他对我的憎恨 应该是在发现我的暗恋时 达到了巅峰 我自小有写日记的习惯 因为和顾斐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所以日记中关于他的内容也最多 里面记录了我们一起去爬山 他背着崴脚给我回家 我早上睡过头迟到 他会陪我一起罚站 忘带书时 他将自己的书递给我 我们一起在周末去图书馆 一起代表学校参加各种竞赛 会安慰考试时名字下滑的对方 也会因为一道题的解法 争执不休 我和顾斐之间的一切 都是琐碎寻常的小事 没有任何会让情绪产生 大幅波动的经历 所以喜欢上他这件事 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 直到那天 他指着宣传栏上的照片 问我有没有信心 我才后知后觉 过往每夜日记中的字里行间 都透露着对他的喜欢 我喜欢他为实现理想 奋力拼搏的态度 喜欢他面临难题时 散发光芒的眼神 也喜欢他在我美美气乃 有要放弃的念头时 目光沉沉地望过来问我 所以你要止步于此了吗 温浅 于是当天晚上 我第一次在日记中写下 喜欢顾斐 我喜欢顾斐 可后来江秋炎出现了 和顾斐越走越近 但毕竟我和他没有多少接触 唯一的交集只有顾斐 所以在日记中 我就只提过一次 写了一句话 顾斐他 喜欢上江秋炎了 在之后因为情说的是 我和顾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强 每次争执都在消耗我的喜欢 正如不知何时而起的心动 结束也没有源头 原本以为暗恋他这件事 永远也不会被知道 我没想到 他会在被我爸叫来帮忙 安装新买的书架时 看见我的日记 时至今日 我依旧能清晰记得他举起日记 看向我的嘲讽眼神 他语气冷冽地问我 喜欢我是吗 我望着他手中的日记本 沉默了一瞬 然后坦然承认 对 喜欢过 大概是我过于镇定的模样 有些刺激到他了 他忽然大力将日记本扔向我 怒声质问 所以你就要拿走那封情书 硬翘的枫叶人 我脸颊划过 有些疼 就是这一刻 我忽然发现 其实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面对被他随意扔下的 藏着我心动的过往 我一点也不难过 我只是将落在地上的日记本 捡起来擦了擦 很认真的对他道歉 对不起啊 郭斐 我不该拿走那封情书的 不该耽误你们缘分的 也不该擅自喜欢你的 他仍旧不满意 偏头轻吃了身后 转身离开 丢下那句 让我记忆犹深的话 极度诚信 心机恶毒 说实话 我当初虽然喜欢他 但相较于那浅薄的爱恋 我更珍重的是 并肩同行的友情 所以拿走情书的目的 从来就不是要阻止 他和江丘妍在一起 我只是希望他能 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 拿到与过去12年的 付出相匹配的成绩 因此将他面临的选择 延迟了几天 我也从来没嫉妒过江丘妍 感情的是抢求不来 我一直都明白 所以他若是和江丘妍 走到一起 我会送上祝福 然后继续在属于 我的路上前行 我并不是非顾匪不可的 如今 也算是将前世错误的轨迹 纠正回正确的方向 走上原本该走的道路了 不过 虽然重来一次后 我没有再去拿走那封情书 但也没有因此 而故意疏远这时的顾匪 最起码在高考之前 一切都和前世一样 只是之后 毕竟在不同的圈子 生活了四年 所以当时在聚会上 相遇直至结束 我们也没聊上一句 这种渐行渐远的关系 其实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因而 我也没有主动去找他缓和 直到他的妈妈 因为生病住院 我被我妈带着一起去探望 放下带来的水果后 我在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病房坐下 听了会儿 我妈和顾匪妈妈 家常里短的聊天内容 然后去外面接了个电话 回去时在花坛旁遇见了顾匪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 眉宇间是挥之不去的疲倦与烦闷 只肩加着半支点燃的烟 这样熟悉的神色 让我有一瞬间的震愣 前世他在研究课题上受阻 或是在挽回江丘炎 却苦求不得时 就是这样的神色 那时他虽然风光无限 但在背后仍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努力 学术道路终归是艰苦又孤独的 至于挽回江丘炎 顾匪在取得一定成就后 其实去找过他 也的确和他重新有了联系 只是那时候 顾匪所有的人脉资源社交圈 几乎都在大学所在城市 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 所以相较于那些 同样在追求江丘炎的 有钱又有闲的富二代 他优势并不大 最终 在他试好了半年后 江丘炎还是把他拒绝了 在他的人生中完美退场 从此明月高高挂起 再也不可得 而我拿走情书 阻碍他们在一起的罪名 也伴随了一生 毕竟在他看来 如果当初和江丘炎 在同一所学校 一直在一起 结局一定会不一样的 现如今 看着坐在这里的他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又露出这样的神情 视线对上的瞬间 他掐灭了指尖的烟 然后站起身 神色淡淡地朝我走来 声音有着先后的沙哑 带着些干涩 上次见面 没来得及打招呼 温浅 你变了很多 变得更好看 更优秀了 顿了顿 他像是有些愧疚地对我道歉 当年不懂事 因为担心他会误会 害怕感情会受到影响 所以将我们关系归受普通朋友 的确是我不够成熟 我安静地等着他说完 然后心静坦然地朝他笑了笑 大方回应 没关系啊 故非我们本来就是普通朋友 不然还会是什么关系呢 他神情危将后黯然下去 随即又望向天际 逐渐消失的夕阳 自嘲般笑了声 怅然若失道 其实后来我无数次想过 如果当初没有看见那封情书 如今又会是什么样 我随着他的话说下去 语气有几分清淡 不会的 情书被放在了那里 你就不可能会看不见 他忽然偏头看我 那如果有人拿走了呢 我震了一瞬 还没来得及说话 又听见他问 温浅 如果你提前看见了 你会拿走吗 我仔细看向他的眉眼 试图发现些什么 然而什么也没有 于是很平静地摇了摇头 不会 我不会拿走 我们在沉默中错开视线 他忽然笑了笑 像是终于松了口气 似是庆幸般说了好几遍 那就好 那就好 然后又说 分手后总是反反复复 在做同一个梦 梦见高考那年你 提前拿走了情书 最终我没有和他在一起 却恨了你一辈子 最后 我们死在了一场 因我而起的车祸中 那种鲜血的温热太真实 就好像真的发生过 我 温文生 打算返回病房 温生对他说 都是假的 不必在意 但我知道 那是真的 车祸发生在江丘岩的婚礼那天 在那之前 我们被高中母校邀请 回去参加校友会 曾经的班主任 让我们一起拍个椅 一直在路上为主题的成长类视频 给学弟学妹们看 就这样 我坐上了顾斐的车 选了个拍摄路程 后来 按照提前准备好的脚本 我坐在副驾驶上 一边调试设备 一边和顾斐沟通 拍摄角度问题 那是自高考后 一次久违的和平相处 拍摄也很顺利 反程时 我安静地靠着车窗 不再说话 只看窗外滑过的风景 然后听见顾斐手机突然响了 他下意识 按了车上的外音接听 下一秒 出现了江丘岩焦脆的声线 顾斐 今天是我的婚礼 我忘记给你发喜帖了 大家认识这么多年 都是朋友 时间地点 我等会发你手机上 伴随着电话的挂断声 车厢内陷入安静 我斟酌着 正要说就在这下 然后自己打车回去时 他突然掉转车头 我知道 他还是要去 但很可惜 没去成 因为下一秒 我们被一辆货车撞上了 那种五脏六腑错位的感觉 真的挺疼的 但通到麻木过后 我的感受居然是解脱 失去意识前 我听见顾斐先是虚弱地叫了几声 浅浅 而后就是那句 如果能重来 求我别再破坏 他和江丘岩的缘分 在睁眼时 我回到了高一开学不久 我不知道顾斐的那句 那就好和反复出现的梦境 意味着什么 但都已经不重要 和顾斐的第二次相见 是在他妈妈出院那天 我替我妈去送包好的汤 然后陪他聊了会儿天 听他回忆过往 他翻出从前的纸质照片 拿起一张 我和顾斐初中竞赛 获奖后的合影 说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想当初我和你妈妈待产时 就住在一间病房里 你就比小斐晚了一天出生 这一眨眼 就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浅浅哪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漂亮 小斐他爸当时可喜欢你了 抱着你 你不吵也不闹 安安静静地就知道笑 后来长大一点 你和小斐天天站在一起 我们几个大人还说 这长大肯定会在一起 我得体地笑了笑 顺着他的话说 阿姨 这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当不得真 他拍拍我的手 吸了口气 是小斐没这个福气 如今和你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倒是配不上你了 我轻轻笑了下 本意是想说这种想法不对 阿姨 没什么配不配的 重要的是两个人 是不是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 他大概理解错了意思 对我说 我听小斐说他在准备考研 学校就是当初高考时的目标院校 正好也是你读大学那个城市 到时候 我温声打断他 阿姨 我要出国留学了 还有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还没来得及告诉我爸妈 恰好顾斐从外面回来进厨房洗手 我们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 但他背对着我 静静地站在那 许久都没有动 空气安静了几秒 顾斐妈妈许是为了缓和气氛 问起我的男朋友 我微笑着说起与他相识的过程 是和我一起参加竞赛的男生 温柔清醒 谦逊滤脊 本硕国联赌 每年都拿过奖 参加的各种比赛也都获了奖 会输法 会下棋 还会打架子鼓 然后我将手机打开 找到一张他在学术论坛上 发表演讲时的照片 看完我对他说 他是我很喜欢的人 也是我的同路人 话题终结在了这里 后来回去的路上 我莫名想起 站在洗手台前挽起袖子的顾斐 小臂上有着淡淡的伤痕 那是洗去的纹身 瞬间 像是时光交错 曾经草稿纸上 被画了无数道横线 却依旧明显的名字 是他和江秋岩开始的信号 如今手臂上淡淡的纹身 却已成了他们结束的标志 那场青春里突然迸发的荷尔蒙 也终于如潮水般退去了 我和顾斐之间的纠缠 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曾经我的确 对他选择另一条路后 将会面临的命运很期待 我想知道 在如今这样每一个上升渠道 都充满无数竞争者的情况下 他会如何走到前世的高度 更想知道 花费无数心血 培养了他十多年的家庭 又要怎样 再支撑他重新追梦 我得承认 我就是希望 看见他在这条路上过得不好 来证明我前世的行为是正确的 但我也知道 我的确是做错了 狄更斯的 德鲁德一案中有这样一句话 最好的礼貌态度 就是不要多管闲事 一旦管了 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这次我摆正自己的位置 没有再擅自牵涉顾斐的任何选择 前世他遗憾于没有和江丘岩在一起 我不知道 这是他会不会遗憾放弃的 那21道选择题 不过命运的奇妙之处 就在于从来没有最佳选择 无论选哪一个 都会产生遗憾 重要的是承担选择的后果 而我如今对顾斐这一世的命运走向 已经没有任何兴趣 毕竟人生这么长 此后 无论他是逆风翻盘重回巅峰 还是就此止步泯然众人 都已经和我没有关系 我停止往回看 继续往前走 国外留学的三年 和男朋友是一国恋 送小给我打电话时 笑着调侃我 浅浅 你这一走就是三年 不怕和男朋友感情淡啊 我一边赶 DDL 一边淡定从容的回复 我和他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 但在奔赴同一个目标 灵魂只会越来越靠近 他暖昧的 责了一声 然后像是想到什么似的 换了个话题 还记得江丘岩吗 他被一个爆发户一见钟情后 疯狂砸钱追求 结婚时可气派了 邀请了一大群曾经的同学 获得了无数艳羡的目光 可惜 可惜还没到两年 爆发户就开始喜心厌旧 认识更年轻更漂亮的姑娘 于是一如既往的杂钱追求 被出轨的江丘岩大闹了一阵后 得到的是爆发户要离婚的结果 他不答应 如今两人还在为离婚的示好着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 忽然发现江丘岩的脸 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慢慢变得模糊 除了记得他挺好看之外 想不起其他深刻的记忆 哪怕他当初和顾斐相恋 在我眼里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也从未将他当作过竞争对手 毕竟我们从始至终 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大概是见我听的 有些异性完善 宋小不再提他 反而说了句 顾斐考研考了两次都是以 零点一分之差被刷了下来 可真是运气不佳呀 终于赶完 滴滴L 我长输一口气 那不经心回复 哦 那我祝他好运 那之后不久的一天 我忽然收到一条 被撤回的消息 是顾斐发的 但我也没问 直到我回国 曾经的好友 为我办了个接风宴 一并前来的顾斐 问我有没有看见那条消息 我摇摇头说 大半夜的在睡觉 他色然一笑 解释说 做了个零碎的梦 勿将梦境当了针 没打扰到你就好 我维持着友好的微笑 恍觉撒了个很拙劣的谎 他做梦的半夜 我那边是白天 不过已经不重要 就像那句被撤回的 温浅 你喜欢过我是吗 深深看了我一眼后 转身离开的背影 手靴孤寂 男朋友捧着小蛋糕走来 轻声问我那是谁 收回视线 我挽住他的胳膊 不在意地笑笑 一个自由相识的普通朋友 全文完